我们本来是从批次筛选业务 然后呢 把它改成批次筛选的共用程序 那以后的这几个都是呼叫他就可以了 OK 所以其实只要文字栏位的 通通都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业务啊 产业别啊 产品客户名称 这一栏 这个跟这个 其实通通可以怎么办 直接就呼叫本来的这个业务 OK 那就要批次筛选 这样一做一次呢 其他就完成 那所以呢 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就可以把它弄一下 基本上应该都OK 把它弄出来 但是呢 如果说将来有程式有问题 比如说第一个 他画面会闪动 所以闪动的话呢 当然 尤其是如果你批次筛选 像那个客户 有没有 客户名称非常的多 52个 如果52个你会发现 那只要闪动的话会闪很久 他会一直闪 所以当然 如果说你将来要修改程式的话 假如你没有写成共用 你便要修改四个地方 那如果你写成共用的话 其实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OK 那怎么做 基本上当然了 一样 先切回到这个 这个开发领域的Visual Basic 然后把它找到这个 P次筛选 那将来如果你的Sub写很多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你就是开启Module里面 这个地方有个清单 里面其实你也可以啊 如果将来因为有的时候程式写太多了 实在是找不到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清单里面呢 也可以找到你写过的程式在这里 你可以点选它 它一样帮你跳过来 这个方法 或者是说呢 像我的习惯啊 比如说 假设是P次筛选业务 那我按编辑 我习惯从这边按钮 做个按钮 然后将来用编辑的 进到里面 可是我一看是call P次筛选 可是我不知道P次筛选在哪里啊 也许将来你程式会写很多 甚至放在不同模组里面都有可能 因为模组不是说只能加一个哦 你将来也可以按右键 再插入第二个模组 第三个模组 那可以去做不一样的分类 比如说你加到那个模组之后啊 属性里面的属性 那个检视里面的属性视窗 这个地方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属性 怎么样 把它的名称做个变更 比如说你这个 这个模组里面要做什么 你可以名称改一下 比如说我改 AAA好了 Enter 你会发现这个模组叫AAA OK那你将来可以打中国名称也可以吧 比如说哪一个模组做 放哪一些相关的程序 那这样的话也方便你管理 那有的时候写太多的时候 你有时候反而不好找 那怎么办呢 有个方法 我的习惯是 油标放这边 他好像有个快速键 叫什么SHIP加F5啦 不过这里的话SHIP加F5 是不是在这边有没有SHIP加F2 SHIP加F2 其实就是检视里面有一个叫做定义 SHIP加F2 那这个有什么方便地方 就是说如果将来你都共用它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批示筛选的 共用程序放哪里 你可以按SHIP加F2 他也会怎么样 帮我们把程式跳到我们现在 这个刚刚的共用程式的位置 这样喔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说我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闪动的部分关掉的话 前面讲过 你可以怎么样呢 在这个地方加一个什么 Application 开关那个画面闪动的话 其实都是由Application这个物件做管理的 他里面有个叫什么呢 screen 有没有 updating 等于什么呢 等于false就可以把它关掉 但是记得最后一样 在开头的地方 把它怎么样 关掉之后 记得在结束的地方 要把它怎么样 打开 不然的话呢 将来喔 该闪动的地方 也不会闪动喔 OK 所以这个地方 那共用程序的好处是说 你只要改一个地方 其他不用改了 因为他们都呼叫一样的程序 所以改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会闪动嘛 现在会不会闪动 你会发现 现在完全不闪动 而且他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是说 除了不闪动之外 他的那个速度也会变比较快 为什么呢 因为你之前在处理 就是闪动 其实你的电脑的CPU 也要去把那个画面画出来 一直画一直画 所以相对的呢 你的电脑的效能 相对的呢 也会比较差 至少我试过 大概有的时候 甚至快一倍以上 如果你把它关掉的话 甚至跑起来速度呢 感觉快快上很多 不过他有个缺点 之前的有闪动 感觉好像有在做事情 可是现在呢 没有闪动了 感觉就有个相对的 因为他不闪动了 所以你以为到底按下去 到底有没有 其实他已经跑出来了 可是你不知道他已经真的跑完了 所以这个也是他的缺点 有没有 很快 但是问题怎么样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需要什么 至少要知道说 现在也没有在做动作的话 那有个方法啦 最简单的方法是 你在这个 什么ECEL里面的下方这边 这个Bar叫做Status Bar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增加一些讯息在这个Status Bar 这个Status Bar 它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让你 这个下方这个地方 你可以怎么样 显示目前处理的比数 比如说你可能总共清单里面呢 总共像客户名称有52个 那你处理到第几个 你可以怎么样 把显示在这里 那显示的方法 一样 那个Status Bar 也是由那个谁管的呢 Application管的 所以如果说将来呢 你希望能够显示一些讯息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 一般习惯呢 我是把它程式呢 写在其实你们公用程序 这边也有 在For回圈的刚开始的时候 那你就怎么样 写一个叫Application 所以一样啦 这个地方你可以啊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回圈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在共用程序的地方 打一个Application 那你就点下去 打一个S Status嘛 State Status出现了在这里 你大概记一下 大概打一个St大概它会出现 Status Bar 那这个Status Bar指的就是Ecell里面的那个下方的这个这个部分 你可以把讯息呢丢在这里 那Status Bar 里面等于什么呢 你可以打一串喔 那你可以那这一串还蛮长的 我也把它写好写在这里 目前进度 那你可以打简单一点 你可以告诉他说 目前的进度总共呢 是到第几笔 那第几笔由谁来决 目前的进度 冒号总笔数 总笔数呢由谁决定呢 这个地方我有个R 不过R这个地方 我目前好像还没有这个变数 R指的是 我清单里面呢 总共有几个资料 那我怎么知道总共有几个资料呢 其实就是这个 这里面放的值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干脆在这上面多一个R R等于什么呢 等于 干脆把这个 这个一串有没有 移到这里来 将来呢 这边再带一个R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在清单这个工作表里面 这个工作表里面 Ctrl向下 有没有 我这边追踪 比如说我清单A2Ctrl向下的话 假设是A2Ctrl向下 他就会 停在7的位置 那就把7带回来 可是他上面有个栏位名称 所以必须怎么样 把它-1 特别重要 为什么这边或者-1 主要是把那个栏位的名称 扣掉 这一栏不算 OK 这一列不算 然后呢 进行的笔数 I的部分呢 是从什么呢 2开始 因为我 I等于2 意思是说我从第二 从那个 第二列 不过呢 将来我进行的笔数呢 那当然我要从 等于是要-1 因为要告诉他说 我现在进行的是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OK 那加了这个application.status bar 之后来看一下效果 这个地方 共用程序的话呢 其实你会发现喔 加了这个至少 会让使用者感觉 比较有 知道说进度到哪里啦 OK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做完之后呢 第一个不闪动 不过呢 底下有没有 目前笔数 63笔 目前笔数63笔 所以你会发现喔 基本上呢 进行的笔数是正确的 但是呢 总共的笔数 这个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是这个变数 R应该是出错 可是为什么是63呢 诶 这里的程式 其实你可以 有时候出错 我觉得也是一种训练 比如说R R为什么它是63 就是应该是64啦 减1嘛 所以你会发现喔 它在总表Ctrl向下 因为我们用的问题06 它总比数是64 OK 所以应该有可能的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哦 去的清单 点Range 清单 它变成 抓到问题0 所以这个是不是 名称的关系 主要应该是这个地方 有出错啦 清单 要不然还有一个方法 干脆改成二算嘛 第二个 如果用 如果名称喔 假设有抓错的话 那 不过这里也是这样抓 是不是跟下面那个R有共同 那边还有个R 哦 有可能 有可能 底下如果有 所以这里啦 OK 所以这边的话 因为已经有一个R了 所以呢 这个R又这个R 那等于是有点像剪贴布 你贴两次 后面那个会把它盖过去 OK 所以这里的话 原因大概就是 重复的那个 变数名称所造成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不然的话有个方法 名称只要不一样就可以了 把它加个2就可以了 假设 如果说呢 我们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 就是把这个 然后这边也是再加个2 好了 OK 然后再跑一次 我想应该就OK了 因为这个抓到 这个名称就可以不用改 所以这个 好 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这样就OK了 那跑一下 OK Application 6个 是因为大概 讲解 什么时候是 这个变数可以够 没有 然后什么都不行 因为之前 你是说有时候是 上面跑过 变数 没有 那这次又不行 因为你看 在这个回圈里面嘛 如果这边有一个 按他跑到这边的话 有一个异量的名称的话 当然会被盖掉 可是如果说 因为他上面已经跑完了 已经跑完了 然后才进到这个回圈 那当然没有影响 现在是因为他们两个都在这个 4回圈里面 有没有 4回圈 都在这个4回圈里面就不行 可是如果一个在外面 一个在里面 那当然就OK了 有没有 OK应该可以理解吧 反正你可以把那个变数 想象成一个简贴簿 简贴簿应该大家都知道 Ctrl C 下一次在Ctrl C的 前一次就不见了 或者因为被盖掉了 变数的概念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在记忆体里面 反正一块空间嘛 放一个资料 所以这里的话 当然有个简单的解套方法 当然我看一下我这边 因为我之前的程式 可能这边没有去 把那个就是 范围变成变动的 OK 所以就没有影响 这个地方如果多一个 要不然就把这个名称 其实变数名称 只要取不一样的话 那就不会有问题了 OK所以这里的话 但是呢 你想说这个 当然已经提示 至少聊胜与无 不过有个缺点 就是太下面了 如果不仔细讲 好像还是效果不大 不过 虽然效果不大 不过至少还是总品 没有来的好 感觉还是有在跑 但是如果说你要让它更明显一点的话 一般 只要跑比较久 通常会用一个 状态条 有没有 就像说手机啦 或者画面上 跑百分之多少 有没有 它会有秀一个讯息出来 不过呢 如果你要做那个状态条 可能就需要用到表单功能了 当然相对的复杂度 也会比较高了 不过呢 感觉起来也会比较专业一些些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待会也许 如果这个部分做完同学 可以想想看 后面其实我有想到 用表单来 让这个选举更简单 而且底下呢 可以增加一个状态条 可以跑百分之多少 比如说 如果你跑52个客户 那他跑很久 那使用者会觉得说 请问到底跑完了没啊 对不对 如果你需要让他长得漂亮 而且更专业一点的话 其实VBA还真的可以做到 不是说他只是个玩具 我觉得他还不只是 他可以当玩具 也可以当成是很厉害的专业工具 就看你怎么使用他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OK 刚刚主要我们是把这四个做完 另外的话呢 修改那个共用程序里面的几个重点 一关闭那个画面更新 二增加那个Status bar OK 那Status bar最好啊 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先打打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Status bar里面要显示什么东西 我这边只是 就两个重点 一个是总比数 一个是现在跑哪一笔 OK 那你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你自己可以试着去 把这个逻辑给做出来 那另外 除了可以显示在Status bar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显示在表单里面 当然OK啦 只是说 你要做表单的话 相对的 那个复杂度会比较高 不过专业度会比较 当然相对的 会让使用者感觉 你这个东西 感觉互动性会更好 那个 现在UX 会更棒 OK 所以这部分 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刚刚提到的 关闭画面更新 跟Status bar 状态列 这个部分先变形